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庆岛神父耶稣会寺 集贯广东 生物学硕士 在加州伯克莱耶稣会神学院或灵修学硕士 美国波士顿耶稣会神学院训理神学博士 各位大家好 2022年12月31日刚过世的95岁高龄教宗本堵十六寺 于西元2008年在圣伯多路大殿的圣州寺圣游弥撒讲道中 特别提醒斯多门要使世界对天主醒悟 斯多自己必须是一个站立的人 在世界来来去去的潮流前站稳 在真理中站稳 在圣善中站稳 教宗提到 当斯多经常和神圣交易时 这交易可能有变成习惯的危险 习惯使人不再看到那伟大庄严 历久迷心 令人惊叹的天主 在圣体圣事中要和我们交谈 要把自己给予我们的亲自临在 斯多必须时刻警惕防范对这奥基中的奥基 习以为常 防范漫不经心的态度 教宗也强调斯多在弥撒圣迹中 服侍天主 服侍人类的意义 以下是教宗讲道的摘要 每年的圣犹弥撒都使我们 斯多回忆起在敬夺礼时 我们对天主圣召的响亮回应 我在这里 一如伊萨伊亚先知被招时的回应 伊萨伊亚第六章第八节 而后 上主借主教的手 亲日给我们副手 我们于是将生命献于上主 圣保路中途经过多年 充满劳苦的传扬福音后 在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中说 我们既蒙垂青获得了这职务 我们绝不胆怯松懈 我们可以和保路一样的说 我们对自己的职务绝不胆怯松懈吗 让我们今天为此心火 常常次然而祈祷 今天的弥撒也是很好的机会 让我们又一次反省 做属于耶稣基督的师夺 究竟是什么意思 在弥撒感恩经第二诗 此诗大概在第二诗季末 已被编转使用 里的一句 站立在天主台前并侍奉 是引用了生命纪十八章五到七节 所描述旧约诗记的字句 因上主的名服役供职 如同势力于上主面前的 乐位弟兄们一样 于是 新约诗记的第一个职务就是 在主前站立 旧约 乐位诗记没有划分到土地 故也无法和别人一样 工作以维持生活 他们服侍天主 也从主得到生活所需 代表世人站立在主前 时时刻刻定睛仰望上主 以及使世人对上主的意愿 时常醒悟 站立 也是警戒守夜的样子 思夺必须时刻保护他的羊群 免受罪恶势力的侵害 必须时刻准备捍卫基督 及他的肢体教会 甚至为基督之民喜乐地 接受痛苦磨难 新约诗记不但时常警惕地 站立在天主台前 也要服侍上主 服侍在生命纪里 主要履行礼仪的责任 成事 但在基督徒的感恩经里 有更深的意义 如同基督一样去服侍天主 服侍世人 履行礼仪的责任 确实表示 斯多因认真正确地举行弥撒圣记 熟悉圣记各部分的意义 并使圣记成为自己每天生活的中心和灵魂 这样弥撒会成为庆祝的艺术 为此这艺术不致虚假 斯多必须不断地学习祈祷 从主耶稣及圣人们的榜样中更新祈祷 熟悉天主圣言 实践天主圣言 而后忠实地宣讲天主圣言 是主耶稣赋予以斯多门的首要的 不可取代的职责 玛多福音28章19节 中途大事录第6章第二节 服侍意味接近 当我们经常和神圣接近教育时 这教育可能变成习惯的危险 习惯使人不再看到那庄严伟大 历久铭心 令人惊叹的天主 在圣体圣事中亲自的灵在 斯多必须时刻防范 对这卓越的奥基习以为常 漫不经心的态度 时常提醒自己的不配 意识到天主把自己放在 我们手上的奇妙恩宠 服侍当然意味服从 如同仆人耶稣说的 不要随我的意愿 但照你的意愿 路加福音22章42节 主耶稣说出这句话时 就决定性的战胜了罪 战胜了罪的反叛 亚当和人类的诱惑 常常是要完全独立 以为完全按己一行事才叫自由 但其实这正是人类被离真理最无逆的表现 事实上 只有我们服从天主旨意时 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为斯多来说 服从天主更要有一个具体表现 而斯多不是来自宣讲自己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 而是宣讲天主和他的圣言 斯多的服从是和教会一起相信 一起思想 一起发言 主耶稣给伯多路的预言 也是给斯多门的预言 就是别人要带你到你不想去的地方 若望福音21章18节 让别人来带你 是我们服务工作组成的重要部分 也是使我们自由的缘由 当被带到与自己的想法或计划不同的地方时 我们会惊艳到天主的爱的富饶 耶稣基督这世人的诗迹也是这样的 身为天主圣子 却变为天主的仆人 世人的仆人 他以为人洗肮脏的脚 来履行他的诗迹职 他以谦逊 敬念我们骄傲的罪过 让我们可以参加天主的宴席 他从天降下 使人的上身 藉由与他一起降下而完成 他的上身就是十字架 十字架是爱最深沉的降下 同时又是上身的巅峰 站在他前侍奉他 包含着基督的下降和上身的弥撒圣祭 常提醒斯多门爱的服务 让我们今天特别恳求上主给我们恩宠 对他的召叫重发寺院说 主我在这里请派遣我 以上前教宗圣友弥撒讲道 属于耶稣基督的斯多 自己必须是一个站立的人 我是郑兆兴 感谢您的收看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